大同區雙聯捷運站旁步行500公尺左右的距離 這裡是時尚之星社區 屋齡約13年 14層樓建物 頂樓除了有提供住戶曬棉被晾衣服的空間之外 還設有戶外游泳池及種菜花圃十分溫馨 它算是在大同區比較偏這個中間 然後靠東側 那臨近這個雙聯捷運站 然後這個臨近馬街醫院算是一個蠻重要的枢紐交通枢紐 它捷運四通八達 再來是臨近這個台北車站 其實步行或者是騎車走路其實都還算蠻方便的 那周邊其實生活機能或者是交通機能 娛樂機能也是都蠻便利的 如果說採買的話 其實我們往前面一點那邊就會有一個家樂服的超市 然後這個名聲西路上也有這個雙聯市場 比較偏傳統市場 那如果說還要更加傳統的話 我們往雙聯捷運站那邊走會有一個雙聯菜市場 對那如果說有些人他比較喜歡 全聯福利中心 其實名聲西路上往這個西側去走 那邊也有全聯福利中心 所以其實這個採買的機能都還蠻方便 那再來是這個正程的路上也有很多的公車站牌 跟這個公車路線 名聲西路上一樣也有 那如果說你開車是想要走這個國道的話 我們往這個西側 過去就是重慶北路 往北的話就是可以上這個國道 所以其實這個開車機能也非常方便便利 社區內多為小坪數規劃 以坪數大小及總價代來說 非常適合首購新婚族群 它本身的坪數規劃大概落點是落在11到36坪左右 那社區其實這個大部分是比較偏向11到23坪左右的一個規劃 然後是總戶數含店面的話大約有172戶 但是因為它本身社區基地規模有大概325坪左右 那裡面的一個社區整體的規劃也是比較偏向飯店式的一個管理 就是這個整個樓梯廳還有公共空間都非常的一個乾淨跟明亮 那這個管理素質也非常好 所以其實整體這個住戶素質跟整體的品質都很棒 其實買這邊的話當然最應該相對適合的就是在於說首購族群 首購族群因為這個房子它的規劃 算是首購族群蠻適合的一個品質大小跟總價代 那再來就是新婚族群 新婚族群小家庭其實基本上以這裡的一個空間規劃 還有這個設備跟格局的一個部分 其實也算蠻適合小家庭去做一些居住使用 那再來就是另外就是區域型的上班客群 因為在這個社區其實蠻多 是在於說周邊的一些馬街醫院的醫生 護理師 或者是周邊學校的一些老師教職員 工作需求他們買一個這個休息的地方在這裡 其實也算蠻適合的 而有小孩的父母也不用擔心 此區公園綠地豐富還有指名度高的額滿學校加持 社區優勢再加分 公園綠地的話 我們在這個成德路上有一個建成公園 那建成公園那邊有一個 有一些兒童的遊樂設施 那再來是這個中山跟這個雙聯節運站也有現行公園 其實都是蠻適合這個盒家大小一起去這個 這個拆拆草地 然後這個觀望街散散步的一個地方 學區這部分我覺得很棒是 因為時尚之星它本身它是屬於蓬萊國小 跟成員高中國中部的一個學區 那蓬萊國小的話它算是百年老校 再它也是大同區少數的這個鵝滿國小 那為什麼它鵝滿呢 因為是它現在有這個英語的這個情境中心 它早期就是英語雙語學校 它是創新實驗國小 那也是因為它的這個雙語學校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蠻多家長都是希望小朋友 可以有一個良好的師資 或者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所以也非常想要就是 它進來這個鵝滿國小學區 讓小朋友一個成長不錯的一個成長環境 如果以近一年的一個時尚之星的房價 平均房價的話 我們扣掉親友交易 它的平均房價大概是84萬85萬 那當然近期兩筆的話是85萬 還有二樓有成交到92萬左右 那當然就是如果說以整體的一個房價 會依照樓層裝潢格局等等條件不同 所以會有一些落差 那如果說近期這平均一年的房價85萬上下 可以給消費者去斟酌去做一個參考 如果說是以這區域周邊 現階段的話 我們先從比較新的房子來說 如果說以周邊的預售屋 例如說鴻國大稻城或者陳新耀耀 這些是現階段預售屋 大概平均行情是鴻國大稻城 大概落在100出頭到最高到120萬 那陳新耀耀是90幾萬 接近100萬 然後最高到112萬左右 所以這是近期這周邊預售屋的 大概的一個行情價格 那如果說我們以新古屋好了 新古屋大概10年內左右 那近期例如新中山 永德延業 還有這個中山文華這幾個社區 近期的行情大概都落點 落在90萬到100出頭左右 那如果說以比較偏向中古屋 跟華夏型的產品 那華夏型的產品 大概目前在這一代的君子 越靠近捷運站當然相對越貴 那如果說從我們五元路 這邊往這個捷運站的方向走的話 大概平均價格是落在65到70 往捷運站那邊就是接近大概70幾萬 甚至有到80幾萬的一個價格 時尚之星獲得這次 台北市優良公寓大廈 大型住宅社區組第二名的肯定 從眾多社區中脫穎而出 管理規劃上有什麼過人之處呢 就是此之以恆 因為事實上我們社區 今年並不是第一次得獎 我們已經連續 應該說連續三季 從107年開始 到今年已經連續三次 在優良公寓大的評比裡面 拿到獎項 那就是說我們是 持續性的在做一個維持 就是我們的管理部分 基本上沒有分說要得獎或不得獎 不是拿這個東西做一個指標 我們就是維持一貫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在這裡 我們在做各種公共設施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考慮到所謂的無障礙 像我們頂樓之前曾經做過修商 那為了要讓長輩能夠推得能隱藏 我們特別做了一些無障礙的行動 這個是我們對於一些長輩比較貼心的地方 那像我們的電梯 我們有開一個專門為無障礙的長輩來做一個設計 像最近就是疫情 從109年開始疫情爆發 那我們社區因為疫情的關係 變成說我們有很多活動基本上都是挺大的 那所以說我們就專注於在防疫這一塊 比如說社區的消毒 還有就是住戶的那個進出的一個門控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像很多人會確診 那確診之後他摸在家裡面 你要怎麼樣確保他不會偷偷跑出來 那我們的服務就會另外做 多出一些針對確診的住戶的一些準備 比如說我們幫他送菜 我們幫他送藥 我們幫他收垃圾 我們幫他做居家關卡 每一天都是對他虛寒問題 那讓住戶在家裡面有兵至如貴的感覺 至少他不會想偷偷跑出來 所以說這樣子的管理基本上就不會 比較不會出亂子 那至於其他的活動我們就先贊盟 全力以防疫補助 我們這幾年大概就是用這種方式在做 應該是說人力的付出會比較大 對 因為以前的管理比較正常的管理 你可能可以用一些電腦的控制 或者說用一些正常的SOP 可是因為防疫這塊 我們必須要幫他送到屋上門口按門裡 所以我們曾經最高氣度我一天跑一次 對 因為一個人並不是 一天只送一次 比如說早上中午晚上還要幫他送 然後呢還要幫他收垃圾 一戶一天可能就要跑四到五 甚至還有郵件我們都送到屋上 對 所以我們的 因為我們的一百七十幾 所以我們其實每天的工作量都蠻大的 就是在這一塊 他就是等於說有一點年度的一種肯定 等於說我們今年這樣一年下來 對這個獎 那住戶對我們這一年的康好節奏 那至少政府也有幫你做認證 那他們就覺得說 那明年可以繼續把這個工作交給你們 讓我們繼續努力 如果說他今天能夠獲得這樣的獎項 也是對他們社區的一個管委會 還有管理品質的一個肯定 所以住戶應該說消費者 能夠更加認同這個社區 他有該有的一個價值跟這個價格這樣子 時尚之新社區 時 衣 住 行 各項機能兼具 加上管理得宜 連續獲得是否肯定 實至名歸 好房網TV 王鴻文 李葉 台北報導